其實我們的餐,經常回到公司之後 你以為人們會覺得很骯髒,那邊會閉上眼,丟掉東西 不是的,原來他們會計算的 計算我們有多少餐剩下 原來在管理層的角度,我們是剩下很多餐 這不是因為他們要省錢的問題 是我們現在全世界都在研究怎樣可以減費 每個國家都要去交一個數目 好像現在老麥不用膠的器皿 但是用木的器皿 我不覺得有什麼環保 但他們的目標就是我減少一次性用的膠 這是全世界現在的目標 我們公司就在這裡看,回到來,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未吃 計算,這裡有多少重量 這班機器有多少重量 證明我們可以不用給那麼多餐 問題就是,你不給那麼多餐 那別人選擇的時候,你少了東西選擇的話 你編碼一邊的話就不夠餐 為什麼很多航空公司已經實行了 商務的客人可以選自己的餐 那為什麼你不實行這件事呢 這個在做著 但是不夠選擇那件事呢 因為沒有人寫回去 有,不過不多 所以他們不知道 靠我們說 竟然是不知道 對,很多東西不知道 叫他們聽聽空中再飛人這個節目 都不行的 他們開會是要講數據的 我一聽就被人解僱的了 講數據的 是啊,不要 你譬如好像現在不夠人在飛機工作 每個人都跟你做完 做完之後回到家很累 不想寫了 然後就沒了這回事 最經典的 還有要打那篇東西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雖然我說要很簡單 你覺得沒有人寫什麼 我覺得有很多人寫 不夠 不夠 一定是講%的 你如果是不夠人 但是我這個月飛了一千班機 那要看數字 如果只有五百個 那就變成五十% 就變成很多 但是我們不是有五百個報告 沒有 而且一千班機是要計來回 那就是二千個sector 二千個sector 究竟有幾多個報告 這樣看的 那所以呢 如果有聽的同事 寫多一點 不用大篇 就這樣說就可以了 大問題就是 喂 要不需要我們反映啊? 要啊 要啊 要不需要我們反映 我們不夠人工低 要啊 要不需要我們反映 我們不夠man power 人工低沒有反映啊 幾百個人 你覺得那十二個crew 你怎樣做啊 是啊 但是他們的角度 沒有人投訴 那就是彈得通啦 哈哈 這個就是管理層的態度 對啦 因為公司大 太多部門 那不同部門做事 就要很依賴大家的report 才可以看到數據 才可以對證下約 那其實他們 我覺得大部分公司的人 是肯的 肯幫的 特別是寫字樓 有些部門 是會很想去幫大家 做事好些 但是問題是 有一些部門 就為了自己 可以達到一些目的 而去掩飾了一些報告 所以我們就要靠 現在電腦自己寫多些 那電腦是走不掉的嘛 你 submit 那個 click 就已經是一個數字來的了 是 那它就走不掉的了 但是別人不會跟你長篇 所以就要盡量簡單 然後就是不夠不夠 那最後那條數 就說不夠人 這個不想那麼多 我們要第一樣正視這件事 而不是其他東西 不準時呀 又或者機票貴呀 那這些相對來說 是會多很多的 那它覺得 就是要買資源去那裡 這個都是管理層做事的方法 但是 你想一下 以前疫情前 你給那個man power 都是剛剛好 你現在 那個loading 已經回到以前的時候 你想都想到 是不夠人 現在有個新的 new way service 那接著有部門就說 我們這個新的方法 是可以做到的 你叫他們下來做嘛 那幫人 新方法是怎樣的 是做有什麼不同 就是 又是大姐要去做 跟著那個senior person 就去economy那裡做 這個就是他的 很差呀 對 剛剛呢 我有個朋友 就說 飛了那班機 因為那個senior person 就什麼都不做的 就坐 即是本身他們 是兩人卡 這樣出去 一個附加人派飲 一個附加人派飲 那那個人 那個高級職員 就不做事 然後誰敢借他 那 然後 那個senior的女生 就從頭做到尾 那一句 你好像剛剛飛完機 那你對剛剛這班機 不是我 不是 你做客 其實客 我做客 客的反應就是最厲害 我們去反應 我們要靠數據 我覺得他寫反應給你 對 就是你不寫 他又會覺得 可以啊 又可以付錢 我再客 我去坐第二間公司 不用坐你 他都要看這些 但是我都八思不得其解 什麼new way of service 那new way of service 都是人來的 你不夠人手 少了幾對手 就少了幾對手 關於你擺什麼人來有什麼關係 看他怎樣演繹 演繹到 做到像魔術一樣 蛤 蛤 一個球在轉來轉去 沒錯 他覺得做到就行了 那你不要擺櫃 就是老總做完 都好啊 全班機都是老總 對 然後那些錢都分給你們 花紅那些 機票收那麼貴 就做就做到來死 然後你現在office那些人 加上薪資 好像以前那樣 那為什麼你們這些空中服務員 是前線的 是呀 賺錢也是他們 扣薪資也是扣他們 那士氣在哪裡 他不管 沒有吧 你看看 你們在罩下面都在黑我面 沒錯 那你想一下 我以前也是很站在公司的立場 嗯嗯 那現在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想一下 九千元一元人工的時候 你有什麼本事去罵別人 說別人做得不好 你根本要放過別人 你不要說九千一 去做到什麼 你九千一你要請個 懂中文、懂英文 講到國語的 那為什麼要找九千元 我不要說九千一 你說萬七 有這樣的能力 都不需要去找那萬七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啦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桂圓機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呀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媽